一只的母狮因体弱多病闻名,被判临近死亡,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感到沮丧。 他们如何帮助这么美丽的动物逃脱厄运的结局呢? 一切在一个命运的日子里发生了改变,当他看到他的邻居并对他着了迷。 当希拉被从一个可怕的男人那里救出时,那个男人仅仅为了赚钱而收集异国情调的动物,他的状态非常糟糕,他并不知道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来自那种情况的动物。 只有当所有希望都破灭时,真相浮出水面。 在世界的一些地方,拥有一国情调的动物是完全合法的,为了确保申请拥有一国宠物许可的个人是出于对动物最好的意图,有特殊的程序。 因此,当持有这些许可证的人不顾所拥有动物的福祉时,后果可能相当严重,而且有很好的理由。 里科就是这样的人,他十年前获得了拥有一国动物的许可证,到目前为止,他在法律方面没有任何事件。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的话,人们可能会认为他在照顾和对待动物的方式上是个模范公民,只是事实完全不同。 他是许多异国动物的骄傲拥有者,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地方。 他的广阔财产和资金使他能够这样做。 他最珍贵的财产是狮子之王本人,一只狮子。 这只狮子散发着威严,但他对待它的方式远非理想。 幸运的是,真相大白,他的特权被取消了。 里科的一个朋友去他在乡间的地方看望他,看到了这只狮子的状态。 他向当局报告了这种情况,不久官员们来拜访了他。 结果发现,一直以来,里科一直在滥用持有这些动物许可证的特权,以谋取自己的经济利益。 他通过邀请人们来与他的狮子合影,甚至为活动和聚会出租他,赚取了一大笔财富。 事实上,他是在滥用对这只被法律要求善待的珍贵动物的特权。 哇,这个发现因狮子的状态而变得更糟。 最初,里科只有一只雄狮,但当他被揭发后,当局将他带走了。 他的名字叫汉,他营养不良的可怕。 虽然只有六岁,看起来年迈,不幸的是他由于无聊,已经把自己的尾巴咬得只剩下了一点。 他被带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同步生态野生动物救助与教育中心。 在那里,他得到了治疗和补充营养。 很快,由于他活泼的本性,他恢复了生气。 他得到了第二次机会,工作人员决心给他最好的生活。 李科收到了书面警告和罚款,最重要的是,他失去了他的狮子。 或许有人会认为他已经吸取教训了,但他太顽固和贪婪,无法坚持正确的道路。 很快,他又找来了另一只狮子,这次是一只雌狮,并继续着他的步法勾当。 可怜的希拉在当局进行例行检查时只有15个月大,他非常虚弱,几乎连站都站不住,更别说四处活动了。 这是最后一根稻草,当局立即撤销了李科的许可,并对他的不端行为提出了指控。 这发生在汉被救出后仅仅6个月。 李科显然不在乎他的动物,世界上他最看重的东西就是钱。 所以可怜的希拉被带走,去了他的新家,就是汉被带到的那个救助中心。 然而,他们完全不知道对方的存在。 希拉的状况非常糟糕,他的情况看起来一天比一天更糟。 兽医们会检查他,并尽力帮助他改善健康状况,尽管他们觉得束手无策。 希拉的主要问题源于营养不良,他不能站起来,更别说吃东西了,但食物恰恰是他所需要的。 这时,一位勇敢的看护人挺身而出,尽力确保希拉能够吃一些食物。 这包括许多人甚至从未想过要做的事情。 每天,他都要手工制作肉丸,然后亲手喂食给这只可怜的狮子。 但由于希拉实在太虚弱了,这位看护人实际上不得不推着肉丸塞给他。 看护人的努力持续了整整两周,他手动喂食希拉,把肉丸塞进这只狮子的喉咙。 真是太勇敢了。 在这之后,他们开始看到希拉的健康有所改善。 不幸的是,他的努力还不够。 显然,还有其他问题,但工作人员还没有发现。 兽医们回到起初的问题上,根据希拉的症状试图理解问题的所在。 在进行任何不必要的检查或者让这只狮子承受更多压力之前,他们需要一个明确的想法。 在两天多的时间里,一名兽医有了突破。 他的理论如果被证实正确,意味着可怜的希拉实际上是可以治疗的,而且在几个星期内,他可能恢复到正常状态。 他们开始了与时间赛跑。 他们需要一项血液检查来确认,每个人都平住了呼吸,希望能得到积极的结果。 而确实如此。 让看护人和兽医们大为困扰的事情实际上只是一种感染,他们事实上是可以治疗的。 原来,希拉感染了宫型虫病,一种导致动物完全失去食欲并变得极度倦怠的感染症。 既然他们知道主要问题是什么,他们就能解决它。 看护人和兽医立即开始工作,组织希拉需要的治疗。 每个人对病情的愈后感到相当乐观。 尽管治疗进展顺利,但希拉开始感受到药物带来的积极影响还需要时间。 由于感染肆虐已久,她造成了一些严重的伤害,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。 虽然她的身体健康正在改善,但看护人对大猫的心理健康愈发担忧。 她也许有更多经历,但她仍然闷闷不乐地走来走去,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,甚至食物也是如此。 直到有一天,看护人走进去,却看到一只陌生的狮子在向她打招呼。 就在一天前,他们决定将汉移到希拉的隔壁,以期最终让他们见面。 工作人员不知道他们会成为好朋友还是死敌,但事实证明,他们无需担心。 当希拉第一次与汉对事实,她表现得很害羞,很害怕,她不习惯与其他动物相处,更不用说与自己相似的动物了。 但汉的态度和友好行为带来了希拉内心的改变,这是没有人能预料到的。 希拉对她新的邻居产生了痴迷,曾经只是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母狮,现在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机和兴奋的野生动物。 那天,当看护人走进她的栏杆时,希拉正在欢快地蹦跳,尾巴兴奋地摇摆。 她在对面的栏杆中模仿着汉的动作,就像是一对终身好友,他们好像好几辈子没有见面了。 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景象,这种友谊随着希拉的整体健康状况而不断加深。 现在,她不仅身体更强壮,而且心情也更快乐。 当她的治疗结束,她可以安全地与其他动物在一起时,救助中心决定将她介绍给她只在远处看过的朋友。 他们第一次见面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 这两只狮子没时间相互奔跑,然后拥抱在一起。 看护人们听到了他们高兴的咆哮声。 很明显,这两个美丽的生物注定要在一起。 毕竟,谁会想到,在他们一生中有如此悲惨的开始后, 他们仍然可以只凭彼此的陪伴就那么幸福和满足呢? 多么温馨的故事。 你对允许妇人拥有野生动物的特殊许可证有什么看法? 当一只狼把一只小狗带回到他的巢穴时,没有人能够猜测它会发生什么。 这个故事始于一只狼和他的伴侣。 他们最近交配,并即将迎来小狼犬。 不幸的是,有时在自然界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 当母狼生产时,他没有预料到他的小狼都将无法幸存。 母狼无法相信或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,他非常伤心。 这只动物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,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而挨荡。 他如此伤心,甚至停止了进食。 他的伴侣是狼群的领袖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他每天都给他带回新鲜的食物,希望能帮助他恢复体力并让他感觉好些。 但是母狼不愿意,他只是扭过头,拒绝吃东西。 这让雄性狼很烦恼,因为他不想让伴侣受苦。 如果狼群领袖失去了他的伴侣, 他自己也会受到影响。 有一天,狼群领袖去打猎,并带回了一些奇迹般的东西。 狼群中没有人怀疑他。 这只熊狼走了很长的路程,当他嗅到一些猎物的气味时停了下来。 最后,他穿过一个有很多逛木丛的树林。 就在这里,他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。 他停下来,竖起耳朵,想知道他是否会再次听到那个声音。 从不远处的灌木丛中传来一声小小的乌叶,就像是一只老鼠或小动物在呼救。 在灌木丛中,有一只几乎没有呼吸的小狗。 我们不知道这只小狗是怎么到那里的。 也许他的母亲迷路了,在那里生下了他,或者有人残忍地抛弃了他,让他自生自灭。 不管怎样,现在这只小动物似乎成为了狼群领袖的选择。 狼群领袖坐在小狗面前,仔细检查着他,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做什么。 这个小家伙不是他的孩子,所以他并没有帮助他的必要。 熊狼再次站起来,开始走开,但小狗开始哭泣,小动物试图站起来跟着狼走。 然而,他的小身体又冷又累,饥饿使他再次摔倒。 看到小动物如此痛苦,熊狼的一些本能被唤醒,他不能抛下这样一个无助的生物。 于是,狼群领袖抓住小狗的脖子,带着他一起回到了森林中的巢穴。 狼群领袖很快回到了等待着他的伴侣那里。 和之前一样,母狼似乎对熊狼携带的一切都不感兴趣,直到他把小狗放在他面前。 小狗非常饥饿,他开始嗅来嗅去,直到找到一只母狼还剩下奶水的乳房,这是他自己的小狼从未拥有过的。 小狗高兴地吸上了奶水,找到了一个温暖和安全的地方。 他有了饱满的肚子,终于松了一口气。 当小狗做着这些事情时,母狼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。 他似乎很高兴终于有了一个孩子可以补育。 这两只动物建立了强烈的纽带,小狗被接纳为狼群中的一员。 母狼恢复了他的精神,并似乎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爱。 他吃饭,喝水,和这只新来的小狗一起玩耍。 小狗也很高兴有了带养的母亲。 随着小狗长大,他的数量甚至超过了真正的小狼幼崽。 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太久。 狼群领袖知道,在野外与一群狼生活不是小狗的命运。 有一天,狼群领袖带着小狗穿过森林,直到他们来到一个村庄边缘的小房子。 小狗被留在房子旁边,他不禁发出悲伤的声音,因为他又一次变得孤独。 声音引起了附近房子里的人们的警觉,其中包括一个名叫迈克尔的少年。 他冒险出去,发现小狗坐在那里,盯着他看。 迈克尔看到他后感到震惊,但也很兴奋。 他很久以前就想要一只狗,现在一只狗来到了他身边。 于是,小男孩抱起小狗,立即去找他父亲,问他们是否可以留下他。 当他看到小狗时,男孩的父亲立即知道他是什么品种。 他是哈士奇,非常适合帮助猎人追踪和击退森林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危险,主要是狼。 父亲让男孩抚养这只狗,他们给他取名为凯洛。 他迅速长成了聪明和听话的狗,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狩猎伙伴。 凯洛很快成为了狗群的领袖,因为他具有出色的追踪和击杀动物的能力。 然而,他脑海中仍有着在狼群的记忆。 当面对需要追踪狼和熊时,凯洛本能地拒绝。 这是因为他被狼抚养长大,使他无法伤害他们。 迈克尔和凯洛一起长大,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纽带。 他们甚至并排睡觉。 随着男孩长大并变得更能干,他开始带着凯洛一起出去打猎。 迈克尔的父亲注意到儿子对打猎的渴望,并开始教他他所知道的一切。 有一天,迈克尔的父亲和凯洛一起进入森林,追踪动物的足迹。 他们很快注意到了雪地上的脚印,并开始跟踪。 追踪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,饥饿袭来。 坐在一棵倒下的树干上,他们拿出午餐。 突然,父亲感到背后一阵寒意,让他打了个寒战。 在那一刻,一只巨大的狼从一棵树后面出现了。 他是一群狼的领袖。 父子俩小心地看着这只动物,意识到任何突然的动作都可能引发攻击。 由于凯洛不在身边,父亲迅速拿起枪,瞄准了狼群领袖。 狼区身低吼,表明他也准备战斗。 就在他们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,凯洛从树林中出现,站在他们当中。 看到自己最好的朋友背枪指着,迈克尔恳求他父亲不要开枪,以免误伤狗。 父亲不情愿地慢慢放下了枪,但仍然准备好应对狼的攻击。 狼群领袖谨慎地靠近凯洛,而凯洛高兴地摇摆着尾巴并闻了闻他。 然后他翻过身来,将脆弱的肚子暴露在外,以显示自己没有恶意。 熊狼很快认出凯洛是当年他所救的小狗。 作为回应,凯洛发出一声大叫,表示他们的重逢。 不久后,母狼也出现了,花了一些时间来确认这只狗。 他们互相用高兴的尾巴摇动来打招呼,就像久别重逢的家人一样。 父子俩着迷地看着这一幕,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。 凯洛依偎在他的收养母亲旁边,收养母亲热情地舔着他的嘴巴。 最终,是时候告别了。 犹豫不决的,这些动物与凯洛道别,然后凯洛转身离开,走回了自己的家。 两只狼看着他离去,而凯洛停下来,发出一声大叫,然后完全离开了森林,就像他的群体领袖教导他的那样。 作为回应,这两只狼对他们的收养小狗说了最后的告别。 当家人回到家时,迈克尔发誓再也不会追猎狼,因为他亲眼见证了这一非凡的遭遇。 他的父亲同意了,并继续他们的生活,知道他们再也不会见证像狼和狗之间那样的扭带了。 这是一个感人而难忘的故事。